大家好,我是酷琦 今天要來實測一下抽彈機率 最主要的原因是從今天開始的友情抽 有機會抽到兩個非常好的武裝 一個是宙斯的Avatar 一個是赫拉的Avatar 不知道大家對於以前啊 要玩無傷隊的時候 常常找不到可以繼承的重力都還蠻煩惱的 不管是赫拉還是宙斯 都屬於降臨寵 所以基本上都無法繼承 只能直接入隊而已 那這次,雖然說遲了很久 但終於有一個武裝 而且還是附帶防榜的 這個可能對於很多玩家來說 都是一件開心的事情 我這次要把身上所有的友情點數都用完 看看能夠中幾個 來吧 順便還可以賺一下價值 如果是出賺蛋的話應該就是了 欸 一發的第一個 這個 這個是什麼呢 喔 宙斯的 其實啦 這個裝備看起來有點醜耶 中間沒有彈龍的樣子 恩 這裝備真的很好 只是還要練技能喔 有點懶 不過這應該是以前的技能點吧 欸不對耶 這是哪一個啊 這是一般宙斯的技能嗎 練食物其實還好啦 我真的覺得有附帶防榜這一點非常優秀耶 有一些減傷的角色都沒有防榜這一個覺醒 所以說直接把它配上去還不錯 而且它還有價值 超怪的 來是我們的20連抽 嗯 果然運氣沒有那麼好啊 欸 其實不會中的機率其實很低吧 再來再來 希望能夠中一個赫拉的 赫拉 呵呵 糟糕 我是不是一開始就把運氣用完了 而且啊這個價值看到有食物的 真的是有點礙眼耶 食物好少喔 而且啊現在登入 我記得就有送蠻多的友情點注 所以說大家一定要抽一下 順便賺一下價值還是沒有 真的假的 其實要我聽群組上面的人說 中的機率還蠻高的 騙人 騙人 啊 好可怕喔 60耶 60有機會在中1嗎 赫拉 赫拉 賺蛋 賺蛋 嗯 難以無難 好啦 看到30的加值那麼多 原諒你了 哇 這次的加點很多耶 現在啊 要刷那個 超覺醒 每次都要浪費好多的加值 真的是超辛酸的 特別是以後超覺醒5個的還是沒有 機率這麼低嗎 所以說官方送那些加值其實就是希望 把機率調低然後讓你中到 應該不會那麼狠吧 拜託一下 拜託一下 Avatar Avatar 赫拉的 Avatar 嘿 Avatar y 嗯...加上現在敵人又有超根性 其實還蠻尷尬的耶 看看以後有沒有什麼機會用看看好了 其實一定有啦 用無傷隊的話肯定有的 其實我發現有部分的玩家在打里獵戒 特別是那些對於關卡覺得難度太高過不了的 其實很多都用無傷隊耶 喔 加加也算蠻多的 剩20啊 我其實啊 最早預計是說裡面100抽至少能夠中4 我好像太出心妄想了 沒這回事 再來一個 不過兩個 嗯...沒有 但是我真的覺得友情抽啊 乾脆以後全部就改成加值好了 加值以外的東西我根本就不會抽了 偶爾啦 真的滿出來的時候 還會去抽一下... 進化素材吧 除此之外好像都不會用到了耶 來囉 最後10抽 我有個預感 好像會有兩個喔 嗯...我看到了 就這裡 沒半個 好啦 拿加值點數真的算不錯了 所以說 如果缺加點點的話 其實真的要來把所有的加值 不是所有的加值 所有的友情點數都拿來抽加值會比較划算 真的目前友情抽大概就只有這個最好了吧 加上現在又有兩個超強的武裝 所以建議大家一定要抽一下 好的 那今天的影片在這邊告一個段落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